如果有轮回,人生就一定是有意义的。 刘明慧老师,2011年2月3日 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 按照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推导, 人生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结论是由唯物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理论前提所决定的。 首先,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按照纯粹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结论, 生命的产生是极为偶然的。 生命是因为地球上偶然发生的自然因素, 莫名其妙地产生出来的。 生命相对于宇宙来说是一个意外事件。 宇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第二个有生命的星球, 足以证明生命是例外而不是必然。 因此,生命仅仅是作为宇宙间偶然产生的一系列意外事故的结果。 谈何意义之有? 其次,人类的产生也是意外事件。 因此,人生也没有意义。 唯物主义认为,人类也是偶然产生的。 在地球上产生生命之后, 不知怎么的,生命就变化成了高级生命。 虽然用了一个科学的词汇叫做演化, 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到底是怎样演化的。 目前的各种科学理论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和无法解释的地方。 因此,生命不知如何就变得复杂了。 鱼不知怎么样就上岸,变成了哺乳类。 哺乳类也不知如何就偶然地变成了猴子。 后来,这个树上生活的猴子又因为森林消失, 不得不下地学会走路。 它因此,不知怎么的就站起来变成了人。 上面这些所谓的科学结论, 听起来就像是拙劣的童话故事。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 从小就开始学习的生命科学史。 虽然细致地研究起来很可疑, 但是我们选择了相信它, 就像是教徒一样。 对这样的结论不做质疑, 因为科学就是科学, 就是正确的。 可是,我一直很疑惑, 非洲的猴子,沸沸, 也是下地走了这么多年, 怎么还是个猴子, 长得还很难看, 没点人压。 因此, 人既然是这种自然界偶然变异的产物, 是某群猴子偶然变成的生物种类, 这谈何人生意义之有。 在此,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也不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和选择而出生的, 也谈不上什么必然性。 因此, 个人的人生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 也是完全因为偶然事件而产生的意外产品。 我们的个体生命, 是被父母偶然地创造出来的, 并非出于我们个体的意志, 并非是自己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既然我们的生命来自偶然, 人生对于我们来说, 当然就是毫无意义的偶然概率。 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了父母意识和意志的结果。 作为一个被动的无奈的生命, 我们只有被动地接受这个意外事故的到来, 无奈地过完一生。 更悲惨的是, 很多个体生命的产生, 甚至对于父母来说也是一次意外事件, 连父母的意愿都算不上。 仅仅是父母偶然相遇, 在生物激素驱使下放纵情感的意外结果而已。 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亿万个精子中, 某个幸运地想中了六合彩的精子, 在偶然的时间, 恰好偶然地遇上了成熟的卵子, 于是偶然地产生了我们。 多幸运, 多碰巧。 因此, 所有的人来到世界, 都是因为一个比亿万分之一更低的偶然概率, 属于意外的事故和变异, 绝非服从于自己的愿望和主动的选择。 这样看来, 生命会因为意外而偶然产生, 生命也会因为意外而突然消失。 生命会被不可靠的各种外在因素完全控制, 因此人生应该及时享乐, 才符合生命的原则。 甚至, 我们还可以推荐出来, 如果重信绝对的唯物主义, 则孩子是没有必要孝顺和感激父母的。 因为, 如果自己活得很好的话, 是因为自己的运气好, 又不是自己有意要生来享福的, 自己是被迫来的。 就像是杨广说的话, 我本无心求富贵, 谁知富贵逼人来。 因此, 我需要感激谁呢? 感激偶然的运气吗? 相反, 如果自己的生活不愉快, 遭遇各种挫折, 反而应该归罪于父母。 我又不想来受罪, 谁让他们要把我生出来遭罪的? 当然, 如果勉强要辩护, 赋予人生什么意义的话, 也可以说, 我们的人生意义应该由我们的父母来决定, 因为是基于他们的意志而创造了我们。 不过, 在推论下去的话又出问题了, 我们的父母自己没有, 也不懂什么人生意义, 因为他们也是偶然产生的。 得由他们的父母来决定他们的意义。 但, 没有人生意义的父母不可能决定他们的意义, 更不可能把人生意义传递给我们。 这样不断推论下去, 最终的结果, 人生依然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 如果你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就不得不接受上面的这种人生无意义的结论。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结果吧。 虽然, 虽然现在的人的确没几个人知道, 也不会去关心人生的意义何在, 他们从逻辑上必然走向享乐主义, 及时行乐, 庆贺自己偶然的人生。 于是, 在这种思维背景下, 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 就像是眉头的苍蝇一样, 稀里糊涂地来到人间, 制造一大堆的垃圾, 干很多糊涂事情后, 稀里糊涂地过完一生, 稀里糊涂地死去。 这种可悲的, 愚昧的人生, 就因为, 唯物主义和所谓的科学, 其实是伪科学教育所赐。 植根于大众的思维深处。 所谓的思想决定命运, 的确是这样。 但是, 如果了解到有轮回, 就完全不一样了。 生命显然就是有意义的, 生命一定有其目的。 如果我们本来是不死的灵魂, 为什么选择了有死的人生? 如果我们本自巨组, 为何又选择了不具足的人生? 我们投生为人, 一定有其目的和意义。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一个灵魂使命。 在基督教或者是其他宗教中, 人是神造的, 神是人的创造者。 因此, 严格意义上, 宗教徒的一生也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说, 他们认为的人生意义, 就是要完成和执行神的旨意, 要取悦神。 比如, 因为人是有原罪的, 人生就是要好好地活着, 做神喜欢的事情来赎罪, 这样才能够得到原谅, 死后才能够回归神。 这种逻辑其实也很荒谬, 但是, 信奉宗教总比信奉无神论好一些, 它让人可以安心, 起码知道有一个人生意义存在。 尽管不是自己的选择, 要服从神的旨意, 但是总比根本就没有选择好一点吧。 特别是, 信奉宗教的人不会无法无天, 干出一些骇人听闻的坏事。 但在唯物主义者面前, 基本上可以漠视所有的生命规则和戒律了。 有没有一种理论, 是符合科学事实和宇宙真理的? 有没有一种学说, 不是用假想的神来吓唬人, 而是用理性和思考来面对人生, 理解人生的? 是用实证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呢? 很幸运, 有。 这就是佛学, 或者称为佛法。 佛陀亲政的教法, 不是佛教。 只有佛学才真正肯定了, 人生是有意义的。 而且, 佛法把对于人生意义的界定权利, 交给了每一个个体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 佛学并不是宗教, 不崇拜任何偶像。 他完全依据实证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佛的很多说法, 能够不断被后人所证实, 真实不虚。 因此, 佛法更接近于宇宙的真理。 爱因斯坦说,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 那必定是佛教。 他还说,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 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 避免教条和神学, 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 它的根基因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 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 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 所谓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 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很多世界著名人士都认为, 佛教是最实际, 最理性且付诸科学知识的宗教。 认同佛教是一种思想体系, 一种宗教, 一种精神科学, 一种生活方式。 这些人大多数是非佛教徒。 实际上, 把佛学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来看, 是很偏狭的观点。 中国人拜佛的佛教徒, 实际上并不懂佛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佛学认为, 人人是佛, 每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个体。 因此, 您不需要拜任何神。 而且, 佛学强调, 业力大于愿力。 别人, 即使是神, 是佛, 都没有办法帮你解脱业力和因果的控制。 只有你自己才能救你自己。 这本来是对人最大的尊重, 让人完全承担起自己的生命责任。 可是, 佛教徒依然喜欢崇拜, 喜欢通过各种仪式来取悦神, 取悦佛, 而让神帮助自己。 如果神还有这种喜欢被取悦的心, 而且会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赐福给你, 就说明神、 佛还有分别心, 哪里还有资格做神、佛啊? 甚至于信徒们找不到神来拜, 就找神的代言人, 和尚们来拜。 只要有点资历的大和尚, 外出就会被信徒们人山人海地围着, 供奉、叩头等等。 西藏的信徒还会特别保留上师、 活佛的粪便, 做成甘露丸来吃。 据说, 这样就可以功力大声, 植入天堂了。 这种种怪事实在不可思议。 真看懂了佛经, 懂得基本的佛法后, 就会觉得佛教徒的这些拜神的行为, 实在是非常愚昧和可笑, 完全违背了佛陀的教导。 怪不得佛陀注释的时候说, 后世他到庙里去的话, 会被赶出来的。 真想知道佛学, 还是去看佛经去吧。 外国人不拜庙, 不拜和尚, 但是他们会认真地阅读佛经, 认真实践和体验佛的教导, 静坐等等。 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来验证轮回的案例。 因此, 他们越来越发现佛学原来是科学, 是事实和真理。 这与一厢情愿拜和尚的中国佛教信徒形成了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 可能真正的佛教也不在中国而在国外吧。 如果你不想看佛经, 至少要了解佛学的基本原则, 也算是懂得佛学中讲的基本道理了。 佛学的基本原则就只有两个, 轮回和因果。 真正懂得了轮回, 就自然会了解轮回的运行法则就是因果, 就会懂得人生必定有其意义, 也会懂得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 就像是爱因斯坦一样。 因为, 如果有轮回, 就知道生命绝非偶然事件, 而是被必然的因果律所驱使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 生命绝非局限于地球, 而是广泛地分布于宇宙中, 生命的形态也绝非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这个状态, 而是更加的丰富多彩。 有我们可见的生命, 也有我们不可见的生命。 因此, 生命必然是有其意义的。 地球上的人类也绝不是由猴子变来的, 人类的产生有其必然的理由。 人类的生命存在和演化 是宇宙中生命演化的重要一环, 绝非偶然的变异。 因此, 地球上人类的产生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我们作为个体的人, 也不是被父母偶然创造的。 固然, 父母选择了我们, 其实, 更本质地说, 是父母选择了接受我们的请求, 因为更主动地选择着实际上是我们自己。 我们作为灵魂选择了父母, 请求他们给予我们一个物质的生命, 而父母只是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帮助我们得到人生。 因此, 我们一定是应该孝敬父母的, 如佛学所言, 子女是债, 欠债还债, 无债不来。 即使父母是我们前世的仇人, 今生极有给予我们生命, 抚育我们成长,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怨恨他们。 如果父母前世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就更要珍惜这个缘分, 真心地感恩父母。 那种批判佛学, 无父无母的反佛者, 其实根本不懂佛学。 佛陀本人在世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父母, 后母是很孝顺的。 这也是他为后人视线的人生模式。 他有自己的追求, 有自己的人生, 但是并不排除他也尊重和孝敬父母。 并非一定要当国王, 才算是听父母的话。 争取智慧是生命, 所有生命最大的愿望。 世界上, 佛陀的母亲和佛陀的妻子、 孩子, 后来也跟随佛陀的团队一起修行,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我们今天的人生如何的艰难和波折, 也不是父母的责任, 而是我们自己累世业力的因果之宝。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人生, 当然应该要我们自己负责了。 我们必然要把生命的中心关注于自己, 让自己来承担自身生命的意义和责任。 懂得轮回, 我们因此会了解,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家哲学, 原来的确是事实。 我们因此不会怨天由人, 我们因此会感激我们得到的一切, 包括灾难和死亡在内。 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会死亡。 宇宙给了我们无穷的机会和生命来探索世界, 因此真正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将每一刻都活在感恩中, 感恩周遭的一切。 而你一旦做到了这一点, 你就是开悟者了, 你就是处在常乐我尽的天国乐土中的开悟者了。 这其实并不难, 只要真正地想通轮回就可以。 这也是禅宗要人们去参 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的用意, 要你去想念佛是谁的奥秘, 只要你顺着一条线索参个彻底, 你就得到了整个世界的奥秘, 懂得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禅。 如果真正懂得了轮回, 你就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于最高的灵魂状态, 每一个灵魂都来自佛国、天国。 你来到这个世界, 一定有一个最初的理由, 你会知道我们都不是地球的原住民, 而是选择了到地球的移民。 问题就是,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移民到地球来吗? 也就是说, 你的灵魂有一个心愿, 你到地球来是为了完成你灵魂的一个使命, 但是, 你知道是要做什么吗? 如果你不知道, 当然, 你的人生也就变成了苦海无边。 你必须在地球上一生一生地不断轮回, 一直寻找下去, 直到你找到了自己的地球人生任务。 当然, 也无需忧虑, 因为轮回给予你无穷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就像是玩一个电子游戏, 如果你总是玩不成任务, 你可以有无穷的机会重新再来一次, 直到你玩艳了为止。 你来到地球上, 一定有其原因, 这就是你的地球人生使命和任务。 这可能是你的星球级人生使命。 为了完成这个地球使命, 可能你已经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 说不定还要花几千年时间来实现它。 也可能就在这一时, 谁知道呢? 只有你知道, 或者只有你应该知道, 这就是回头是岸。 你来地球上, 选择了做一个中国人, 而不是去做美国人, 日本人, 也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中国人使命。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就是你的国家级人生使命。 这个使命可能也因此造成了你几十次, 甚至几百次轮回生在中国, 体验作为中国人的酸甜苦辣。 你不必有幸生为中国人, 也不必不幸是个中国人, 因为这是你的灵魂选择, 是你人生体验的需要, 这一切都只需接受放下就是了。 甚至, 我们每一次投生为人, 都有这一次的人生使命要完成, 可能是为了上一世的某一个承诺, 也可能是你看中了今生的某一次机会, 想要某一种体验。 我们的每一次转世, 我们的每一次生命, 一定有某种愿望要达成。 这就是佛教成愿而来的真实含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愿而来的菩萨。 了解佛学后, 你会知道你今生的职业, 今生遇到的男人和女人, 今生的家庭组合, 你人生遇到的一切事情, 都是你灵魂安排的结果。 它们都是你人生大戏的一部分。 甚至, 你这一世为什么是男人, 为什么是女人, 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你安排的这一切人生事件, 都是为了要让你 意义自己的真实身份。 现在, 你回忆起来了没有, 你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你想起来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你的人生意义和人生目的是什么, 一定是很有趣, 很精彩的, 至少你会认为很精彩, 否则你也不会去选择这样的人生目标了。 可是, 我们知道这些吗? 你知道你的人生意义和人生目的吗? 当然, 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这些, 我们的人生都会按照某种途径走下去, 因为, 我们的生命含有驱动密码, 与我们的生命会被它推动走向一条被动选择的盲目之路, 这就是无明之路, 也是痛苦之路, 所谓的无常、苦、空之路。 然而, 你也可以主动地选择一条路, 先搞清楚自己的人生道路, 再清醒地走下去, 这就是觉知之路, 也是快乐之路, 常乐我尽之路。 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其实也很简单。 当你做一件事情时, 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热情, 愿意不计酬劳, 无怨无悔地去做, 无论成败都心安理得的时候, 这件事情往往就是你的人生目标。 否则, 即使你现在做的事情很成功, 很有面子, 但你内心总有一样感受, 这就说明, 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的心灵选择, 不是你的人生要做的事情。 由于我们的灵魂并不贪钱, 因此, 基本上, 没有什么灵魂的人生目标, 就是多赚钱。 可能, 这就是很多赚了大钱的人, 一样也很失落的原因吧。 因此, 聆听你的心, 就能找到你的人生之路。 就能找到你的人生之路。